母親節快到了檢安鄉公所 特別舉辦了親子手作紙雕花DIY課程 希望家長可以帶著小朋友 以紙雕方式製作出 由母親花之稱的金針花 透過豐富的活動內容 讓小朋友們可以學習感恩 也和家人共度一個 溫馨歡樂的親子時光 一朵朵金針花活靈活現映入眼簾 或許很難相信 但不要懷疑這些可都是紙做的 檢安鄉公所2號上午 在浩克藝術村舉辦了親子手作紙雕花DIY課程 現場吸引超過30對家長 帶著小朋友一同來到現場 體驗手作樂趣 對 特別帶他來 要不然他常常都會跟我講說 他不知道要送什麼 而且還會花很多錢 我說這個不花錢 其中還有一名年邁的陳爸爸 也帶著老婆一同參加 就是要跟他說聲母親節快樂 因為小孩子在台北上班 沒辦法那就代表小孩子 送給母親節也送給老婆 表達一下 為了迎接母親節的到來 江鄉公所透過在地人文內涵 結合農業觀光 以紫藤花束的方式 製作出由母親花之稱的金針花 讓親子間能夠一起動手DIY完成任務 也瞭解到節慶文化增進彼此感情 因為我們在環保的取向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新鮮的花 那放置幾天以後 大概就會枯萎 那這是親手的手作 第一個有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這個記憶跟感官的 挹注在這樣的花朵裡面 第二個呢也希望我們帶來呢 可以放在家裡永久的保存 那最重要的還是要讓我們的孩子們 在家裡看到花會的時候 記得把我們時時刻刻 日日月月感恩的心 就放在我們的家中 這項活動才一推出 就有超過70位的民眾搶著報名 為了讓學習更多元 吉安鄉公所也將文化結合產業 不只製作母親花 吉安鄉長游淑貞也推薦 鄉親可以在感恩的季節裡 帶著母親前進客庄 體驗平地競爭小旅行 在佳德宣草花田間留下難得回憶 母親節快樂 記者徐立芹吉安鄉報導